大家好,我说是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可谓是美矿欲下 整体的状况真的是让人堪忧 整个经济形势非常的不好 甚至像今天出现了这种就是说堂堂的武汉市政府 武汉财政局通过广告媒体 就直接向一些企业担任要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真的是很难想象经济的恶化的状况 就是有很多人说我标题党 实际上我觉得我这个标题党就算是你们觉得我是标题党 其实把我用标题这些词汇拿出来形容整个中国的经济 可能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只能是更糟糕 很多真相我们还没有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整个中国经济可能是真的已经垮了 崩溃了或者在崩溃的过程当中 我这么说肯定很多小粉红不爱听了 哎呀玫瑞你就是整天对吧 就见风就是以夸大其词 怎么说呢 就算是没有垮吧 现在有一个词汇嘛 不是经常被人提到吗 叫这个密布发丧 中国经济基本就处于那样的一个状况了 在未来肯定还会有很多大事发生 咱们就一起看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出来 我看网络里面有人在讨论这个事 那么中国的经济垮了 中国的经济崩溃了 会不会直接导致整个中共体制 也跟着一起崩溃 一起结束完结呢 这个我觉得咱们仔细来聊一聊 但是谈论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就是并不是很乐观 很多人就说哎呀 这个中国人这个 当然这话说的很难听了 反正有很多人这么说 就是中国人吃草也能这个活一年也好 活三年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吧 然后还有人说 就是说你看这个北韩 对吧 这么多年的经济基本都是垮了 这么多年 人不还支撑了吗 对吧 还有人说 你看这个毛泽东时代 对不对 从这个50年代末到这个70年代末 整整前后20年左右的时间 对吧 经济也基本都是崩溃了 对吧 那人家不还支撑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中国啊 就算经济垮了 中共还能统治很长时间啊 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吧 当然了 大家的想法吧 就是说就是可能也有一定道理啊 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在当下这个形势下 就是在这个习近平这个统治下呢 我觉得啊 如果中国经济垮了的话呢 那整个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 可能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基本就要跟着垮了 这是我的观点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咱们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展开聊一聊啊 咱们就跟这个北韩 主要跟北韩跟这毛泽东时代进行对比 然后咱们看这些不同啊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什么呢 比如像北韩吧 他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垮了之后 但还是会有人给他钱 中共还是会给他钱 给他钱的 然后他起码能够保证他的这个权力 保证他这个军队还基本上能有钱花 他就是统治还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整个现在中国经济法 那中共谁在给他钱呢 没有人给他钱 你仔细想想之后 放眼就是全世界谁会给他钱呢 现在不仅没有人给他钱 反而很多国家还等着中共给他们这个钱呢 对不对 那这些人跟中共交往的原因 对不对 就是因为能得到点钱嘛 如果中共拿不出钱了 这些这些国家可能翻脸比翻数都快 对吧 到时候那中共就会更孤立 对不对 没有人给中共钱呢 对吧 在当下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 然后第二点 就是说北韩嘛 他整体上没有那么大 国家很小 人口相对比较少 他对吧 金正恩他空起来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中国不一样啊 这面积这么大 人这么多 对不对 你不一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对吧 比如在这个成都也好 在哈尔滨也好 在上海 在什么地方 就会有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然后他就又引起大规模人的这个就是说 游行示威啊 他可能就会产生这种星火燎原的这种作用 他不好控制 真不好控制 这是第二点原因 第三点原因就是说什么呢 北韩啊 包括金正恩 他这个统治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他们三代嘛 金正恩到金正恩他三代 他在这个体制内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人脉 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 是吧 然后他们这有这些统治的这个经验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他这个就是说很牢固 相对来讲是比较牢固的 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些 别看习近平好像权力很大 但他其实吧 比较而言 他的这个基础啊 并不是那么坚固的 包括跟毛泽东比他都比不了 差很多 是吧 而且像毛泽东 他不管怎么样 他手下毕竟有像这个 林彪啊 像周恩来这样的人 他们这些人不管好坏吧 他们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有这些人支撑着这个他 他还可以统治一段时间 但是习近平周围就是 像蔡提什么入脑入心入魂 就这种你知道吗 水平很低的这种人 所以他这个统治基础啊 并不是说那么牢固 这是第三点啊 第四点就是说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基础啊 你像在北韩的这个情况吧 对吧 你看你金正恩去哪 很多人哭啊 当然这哭有可能有假的成分 但有很多人他可能也确实是那种感觉 就像这个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时候 对吧 很多老百姓的见着毛泽东可能也是哭 毕竟在北韩包括毛泽东时代 他这个整个信息流通流动的并不是很快 很多这个信息是被这个封锁的 那老百姓还是被蒙蔽的 你知道吗 他可能还确实是相信这个 或者是拥护金正也好 拥护毛泽东也好 这个群众基础吧 还是在那儿 但是习近平已经没有这个 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就是经常看国内的那些视角媒体 看下面的那些留言呢 老百姓那是感动不敢言 很多时候那话说的啊 不能不能说感动不敢言 很多话就说得很直接了 就是对习近平已经相当相当不满 从上到下 甚至到这个体制内部 甚至包括到习近平身边的人 很多他都都对他不满了 非常不满 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很大的这个区别 再有就是这个北韩也好 包括毛泽东时代 他这个信息还是很封闭的 他也没有互联网 大家可能就是很容易被愚弄 那个时候 而且人和人之间 他都就是比如这个村和那个村之间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 联系很少 你想联系也很困难 但是现在不一样的 中国他不论在如何使用这个防火墙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信息 我看到这个 中国这个国内的很多 视觉媒体 他信息传的还是很快的 对不对 而且很多人他也就特意故意 可能一些网警 特意让这些信息在流动在传 对吧 现在很多的时候 我就是到国内的视觉媒体 我发现会找一些信息 可能速度更快点 在某些方面 所以这些事情 他就很难控制 你知道吗 他就会形成大量的人群的聚集 也大量的民心的不满等等 这些事情 就是信息 他很难被控制 被完全控制 然后下一点 第六点 就是说 包括北韩也好 包括毛泽东时代也好 他们民众 一直是处于一种很贫穷的状态 很贫穷 一直日子都不是过得很好 所以说 他现在活在这个状态上 他觉得可能也可以 虽然他可能也觉得很苦 但基本上也能说得过去 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加上熏传 说我们生活是很美好的 美帝国主义的民众 都生活在水蒸火热之中 他们可能也就是半信半疑 就这么过了 勉强维持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像很多很多的老百姓 特别是很多中产 那是人家是开过好车 住过好房子 吃过海鲜大餐 到国外都捋过游的 日子好过 你这个时候反过头来 让他们再过那种苦日子 这个非常难 难度非常大 那就会引起很多不满 很多人他就会思考 为什么我会这样 是不是跟总方针不动摇有关系 对吧 跟战狼外交有关 他就会思考 他就会产生一些不满 他就会在网络里面评论 他甚至会变成他的行动 对吧 就会形成人群的聚集 这个都有可能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什么呢 金正恩 包括毛泽东时代 他们对于自己的政绩下手 都是非常狠的 你看金正恩 对待他这个 孤父张成泽 包括毛泽东 对待刘少奇 对待彭德怀下手 都是非常非常狠的 但是习近平不敢 可能他也想 但他确实不敢 在目前中国的 政治生态之下 对 大家把权利都给你 对吧 你所有的权利都你来 事都你做 但是你要真 像毛泽东时代 或像北韩那样 比如针对李克强 或者是针对胡锦涛 对吧 这个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前段时间 就是习近平 只不过是把胡锦涛 架出去了 这个事情 引起很大的这种反弹 所以说 他并没有在体制内 形成那种 很恐怖的那种气氛 所以说 这个也会削弱 习近平的领导的 统治的基础 然后 最后一点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在毛泽东时代 当时是国际社会 对毛泽东 或者对中共 有一定的围堵 但当时 美国也好 西方说 他主要的敌人 还是苏联 那么 当时中共 他多少还是 能有一定的 喘息的机会 包括北韩 虽然也有很多制裁 但是现在毕竟美国 西方社会的主要目标 就是俄国 就是中共 对不对 所以北韩 他还是有一定的 在国际社会 有一定的回旋异地 但是 如果 这个时间推移 要是 普京倒了 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 就直接针对中共 直接针对 习近平 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吧 基于这么几上 以上几点 我觉得情况变了 整个中国经济垮了的话 中共很有可能 随时就垮了 个人一些观点 仅供参考 好 这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